大家好 我是沙 大家都會喜歡聽我娛樂爆料 我當然不會令大家失望 這條影片我將會和大家分享一宗 在2019年發生的轟動魚圈新聞 當眾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大家可以一邊抹花生 一邊看我介紹這間很便宜的生活百貨超市 預計超市在大埔、黃大仙、沙田和青衣都有分店 我會將它的分店地址放在留言之頂 讓大家比較一下哪一間法較方便你家或公司 預計的老闆娘姓余 老闆送了心給太太 並且希望她記住自己 所以就叫做預計超市 想不到這個超市的名字 吻含著一個黑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抵買和多選擇就是這間預計超市的特色 就連非常懂得枝坑色見的南亞裔人士 都懂得來這裡買東西 你們又知道有多便宜 不信你們可以看看街坊的意見 你來自哪裡? 我是印度人 你怎麼找到這間店? 这个店是好吧 这个店都比较好 这个店都比较好 сколько钱? 我说比较高很多 都是费的 全部是费的 她可以予讨诺我们的观众在香港 就 Herman 让我认识哪一样 这个 这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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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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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実 最骨费 非常骨费 非常骨费 每骨费 非常骨费 不过这种骨费 像骨费 非常骨费 一张骨费 这种是五年 最终我们用过来 非常骨费 感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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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我們的香港觀眾 我祝你一個幸運的中國新年 好,好 好,好 太清晰了 太清晰了 我知道,印度人 OK,再見 為什麼你喜歡來這個地方? 這裡已經是很旺的大股街市 很旺的商場街 但這間我看到開了之後 什麼都可以買 是 有傳統雜貨店 還有街市的雜貨店 還有小型超市 地道的那種吸引點 就不用經常去大超市 很值得光顧 還有很划算的東西 超便宜 又多呢? 你不喜歡的樣子就好 這些便宜過一大折 雖然鋪位小小 由基本柴米油鹽 和少量的中日韓 泰國人氣食品 少量廚房用品都有 大部分價錢和質素 都比起大型超市 網上商店更便宜 和多選擇 尤其在這間大埔分店 更像有凍肉區 和大象原著稱 阿靚太太為何說這裏這麼便宜 便宜 因為我買了這些 醉鴨舌和醉雞翼 這隻牌子是最好的 很多大師都用 16元 但一般平均價都要到18至20元 這樣嗎 這個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買的 不是的 一些大小小的雜貨店 你用來煮什麼? 醉鴨舌 醉鴨舌 醉雞 漂亮 我要這個 你要 他們有齊全香港 每隻人口的本地生產老字號醬料 例如如魚君益 綿香 粵和 精力大澳的蝦醬 大媽醬園 文記 異記 太興 信法媽記等等 當食材遇上醬料 就像一場美麗的海后 所產生的變化 簡直令人回味無窮 就像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魚圈八卦新聞 當中有些不為外人道的人同事 令人聽下去 樽樽樂道 讓我一邊和大家介紹醬料 一邊又和大家說說娛樂大混帳 這件事 我給一個化名的男主角叫布爹里 女主角叫奔奔 還有兩位無辜軒年的人物 一位就是奔奔當時的男朋友 叫樹熊 另一位攝氏人物就是布爹里的太太 叫包漢 樹熊和包漢是最無辜的 因為他們兩個人一個孝順 一個信了主之後 很有愛心 甚受大眾歡迎 發生這件事之後 大眾對這兩位無辜的人非常心痛 很怕他們受到傷害 布爹里時候也開記招道歉 他並且說了一句 對不起 我是一個硬了的人 意有所指 我不知道他哪裏硬了 大家不妨可以留言 猜猜 我們現在回到2017年 有些羊牛鴨醬不含味 精色素 增味劑 甜味劑 特色就是醬味香濃 配以炆製不同的肉類 突出肉類的香味 用途以炆為主 最適合就是炆羊肉 還可以炆豬手 蓮藕五花藍寨菜 平時在書房剪片太長時間 突然間在家想吃小食 就可以拿入氣炸鍋 串起牛肉粒 出來就這樣用這些大媽的沙爹醬 自製串燒 沒有添加的防腐劑味精 用來拌麵一樣好吃 吃得安心 大媽的羊牛鴨醬 以後蜜菜不用太大陣醬 兩間葉肉旁邊都聞到飯香 請街坊回家共享 大媽沙爹醬輕而易舉燒肉搶 沙爹味濃郁齊齊拍掌 不用搭飛機都好像去了南洋 為何說彬彬其實對樹熊是騎牛搵馬呢? 樹熊除了孝順之外 還是很節省色劍 話說他有一次去拍吹醬雲燒的時候 當時公司去了巴黎柏外景 公司只是提供經濟客倉的機票 全世界都會自己加少少錢 上去豪華經濟客倉或商務客位 唯獨樹熊仍然坐回經濟客倉 去到巴黎當地 那群同事很識貪 送去巴黎鐵塔的餐廳吃飯 幾千元一位 但樹熊寧願陪其他幕後工作人員 一起吃霞衣飯盒 其他同事覺得他這個男人 雖然很節省色劍 不過做男朋友似乎欠缺了情趣 視敏感的性格 又怎會留得著一個貪錢的女朋友在身邊呢? 那邊廂你又看看樹熊有個男同事 明明結婚,女兒都關上了 但又可以兩夫妻同一座大廈不同單位 這些便是真正成家 懂得丟本 租多一個單位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訂煲不訂蓋,有空就賺菜 我們這些平民百姓 懂得吃就不用租兩個單位 這隻鳳城的香港橄欖菜 有幫到你幫到你 超級易煮 花黃花河原米粉 二熟好味介紹阿嬸 半夜肚餓不用想 自己煮也不用麻煩你 冯冯和樹熊拍拖的時候 騎牛找馬幾乎是有錢仔都不放過 有一次冯冯就跟一個朋友 去到一班有錢人的私人派對 那班人個個都渣男保健 派對完後離開的時候 冯冯問都沒有問 就上了其中一個人的林保健 車主又覺得好莫名其妙 完全都不認識他 冯冯竟然未問過車主 就已經跳上別人的車 車主很有禮貌地跟他說 不適合路 冯冯就很老鑑地下車 之後車主又跟朋友說 車主的朋友圈都在唱 《冯冯》 傳到你我這裡 他們整班人都覺得 但冯冯真是好混醬 金口麵皮 混醬也要找個質地好的醬料才行 我就是用文記麻辣混醬 是頂級的醬料 用來製作雞煲、打火鍋湯底 拌炒粉麵、蒸排骨、蒸魚、炆各種肉類 炒蜆、海鮮、魚蝦、鮮 任君配搭 雲吞麻辣醬、拌烏冬 簡便好吃、適合大懶蟲 食物配搭、創意無窮 拌炒主炸、龍飛鳳 不知道是不是個個嬉仔 他有另一位同事叫江門米線 又是剛認識一個有錢的朋友 認識了不久 知道別人去歐洲 他就順口開河 叫別人去歐洲送一個名牌 袋給他 人家不僅沒有幫他買 還到處唱他 江門米線和奔奔 其實都有殺錯沒有放過 奔奔也曾經千方百計 接近一個賭場大亨 賭場大亨雖然不騷奔奔 據稱奔奔和布爹里 至少在事發前半年已經開始私下交往 有人見到他們在九龍城一起吃東西 並且平時獲准用賭場大亨旗下公司 專用的健身室 並且用同一個健身教練同時指導兩人 而奔奔也不時在社交網上 貼出和布爹里的合照 直至2018年一個慈善的籌款活動 布爹里和奔奔在台上手拖手合唱一曲 做完這個節目 布爹里和一群圈內人聊天 突然之間慶高彩地問大家 你覺得我唱歌的拍檔正不正 當時人們每個反應都是柴台 一個又說像奔奔 一個又說像蔡壹士 布爹里立即收口 隨即轉到另一個話題 當時在場我有一個朋友想起整件事 你覺得當晚布爹里其實是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流口水的 介紹提起車仔麵真是令人淬然肉滴 而的香辣油咖喱 水柚、豬皮、豬紅、韭菜、魚蛋 買回來飛一飛水 兩湯匙加進去 一打開蓋就聞到很香的咖喱味 多層次的香辣感一視難忘 用途廣泛才用於咖喱雞、牛腩、魚蛋 中脆的咖喱魚頭煲或星洲炒味等等 而基於香辣油咖喱本身不是那麼辣 不像在魚圈生存那麼坑 要被迫品嘗人生的甜酸苦辣 事件經過網民推銷大家的Instagram 估到事發當晚應該是2019年4月3日 這件事差不多全球華人都看過這條影片 但在車內連司機也有四個人 其中一個本身以前做過傳媒 就有那種把握機會的靈敏觸覺 立即將整晚經過錄製成影片 當晚在車內發生的情況不需要再提 奇怪的是有眼利的網民在2019年4月5日 在布爹里太太爆汗自己的IG上 見到她發了一些很奇怪的留言 Hashtag關關難過關關過 有事情要想清楚 Silence等奇怪的標語 在同年的4月8日爆汗因為自己的工作 要出席一個記照 當時有圈內人覺得爆汗神情很奇怪 雙眼好像哭得腫了 所以圈內人就推測 其實可能在這件事東窗事發當晚 4月16日前爆汗已得知這件事 因為這條影片在4月3日拍攝的話 在4月16日前應該不止報館的人知道這件事 620大姐和彬彬彬都在之前知道這件事 傳人口知這位ver vibration 而我根據行外人的消息 這位人母並非得到Forman 一量是小幾倍 最無辜為是樹洪和他的家人 還有爆汗 尤其爆汗在大众心目中是万千宠爱的 很多人都不敢骂得布爹里那么狠 怕伤了爆汗的心 自从布爹里向大众道歉后 自己就炒自己的鱿鱼 停止所有工作 介绍文记碑制鱿鱿酱 它有这个酱料八搭酱 海鲜酱的美鱼 街坊介绍这个酱可以炒脆肉瓜 炒粉面、蜆蟹和蒸鱼韵 蒸排骨更加一流 文记碑制鱿鱿酱 拌下鱼蛋、萝卜、猪大肠 每个人嗅到香味搅着肠 白搭选择他自强 其实布爹里和笨笨 很难再在这个圈中咸鱼翻山 介绍咸鱿鱿都可以很好吃 就好似文记碑制鱿鱿酱 烹调真正的鱿香茄子、蒸猪肉、蒸鱼 炒椰菜、通菜一样野味 拌饭是最开胃的 文记碑制鲜鱼酱 辟腥味道、咸鲜香 文记历史好油墙 老字号未听过你真是烏鸡鸡 现在布爹里和鲍汉 慢慢就过正常婚姻生活 大家都祝福她 始终鲍汉也是一个极受欢迎的人物 至少我自己觉得 自从妹姐之后 直到现在她同期出道那帮人之中 只有鲍汉到现在还是日纳不倒 他处理这件事也很得体,布爹里应该不敢再在外面硬多次 但彬彬在加拿大躲起了一段时间,现在仍是对鱼圈死心不息 想拌回幕前,拌鱼圈未必有这么大机会 620大者也说先看大众对他的反应 介绍这里有个大妈的被拌鱼蛋酱,酱味带咖喱香,天椒辣和酸酱的野味 用一套讲饭,用来拌鱼蛋,烧买,腸粉,米粉,河粉,拌面拌饭,拌菜,什么都行 大妈被拌鱼蛋酱,指天椒咖喱沙爹,野味共享,轻松煮美食厨房,过场,这么容易弄都不懂,坎头埋场 其实彬彬如果想做回幕前,相信没回两三年都未必可以 但现在这么早他就回来,大家都不觉得他有后悔的意思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最大的罪行就是得罪了众人的偶像 爆汗是我们的偶像 不过我听行内人说,彬彬彬家人都劝过去返加拿大 但因为他自己觉得还有机会 介绍其实预计有自家厂房,生产自家品牌的拉面烏冬米粉米线 当中这一队有粉面烏冬更便宜,讲究新界 只要一天还有爆汗,大家都不会容易原谅他对爆汗所做的伤害 他家人都劝过他回家,但他自己不听,唯有让他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最后我只能送四个字,不执迷不悔 看完我这一条影片,大概有多个买便宜的选择 醬料的甜酸苦辣,你们可以任意品尝 亦可以随便配搭食物,但做人不能随便混账 如果你只是一时贪恋,贪恋短暂的甜物 最后换你的后果就是一世的痛楚 这一条影片又可以介绍大家买便宜食便宜 又可以八卦娱乐无穷,引申到代人处世 如果你对我这条影片有兴趣的话,记得帮我用WhatsApp Facebook分享给朋友,留个表情符合以示支持 这条影片15分钟后就会有有奖文答游戏 是由预计超市送出他们自家品牌的 米线乌冬拉面米粉各一包 还有11种酱料之中,随机附送两种酱料 总值接近300元,送出给10位幸运仪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一会见!